扩全法案暫時處分到死刑釋憲 藍白都對大法官的判決頗有為辭 如今立法院新會期 藍白似乎又要聯手出招 翁小林 林思敏共同提出 修改憲法訴訟法 提高大法官判決門檻 將憲法法庭審理釋憲案 或是暫時處分 從原先的需要過半數大法官同意 改為三分之二 若再加上上個會期 翁小林打算提案將大法官現有總額 依規定明定為十五名 兩案若雙雙通過 等於憲法法庭要有十名以上的大法官參與評議 並且超過簽名大法官同意 才能做出裁定 形同增加判決門檻 那這個部分也不符合民主原則 翁小林解釋提案是為了完善憲法制度 不過這法案一旦通過 等同於蔚蕾藍白 在國會通過任何法案 事件難以成為最後一道防線 民主正當性 翁小林和林思明的憲法訴訟法修法提案 如果排入國民黨團的優先法案 最快二十七號就能闖關副委審查 雖然目前白衣的黃國昌尚未表態 但已經可以預期 國會又將掀起一場激烈攻防 三連新聞 江文賢王愛德 台北報導